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关于咖啡制作的问题 很多都是跟咖啡的萃取有关系 而咖啡的萃取很大程度上都会受到咖啡豆研磨的影响 今天我们来剖析一下咖啡豆的研磨对咖啡萃取的影响 今天我们首先来讲讲咖啡豆的研磨的粗和细对咖啡萃取的影响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同样大的咖啡的粉碗中 其中我们一个粉碗中放比较粗研磨的咖啡粉 就好比是手冲研磨的这样的咖啡粉 另外一个粉碗中我们放异式研磨的咖啡粉 就是比较细一点的咖啡粉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哪个粉碗中放的咖啡粉的重量会多一些 答案当然是放细粉的会多一些 因为粉的粒径越小 粉的紧密度就会挨得越紧 粉碗中能放的咖啡粉就会更多 相反粉的粒径越大紧密度就会越松散 举个例子就好比两个同样大小的杯子 一个杯子里面放满了沙子 另外一个杯子里面放满了小石子 当然是放沙子的这个杯子里面 它的紧密度会紧密一些 我们接下来做三杯咖啡 我同时用相同的粉量不同的粗细度来制作 看一下是什么效果 这个是标准的18克的粉碗 我们今天就用18克的粉不同的研磨度 一个是手冲的研磨度 一个是意识的研磨度 另外一个是比意识要再细一点的研磨度 来看一下三杯咖啡同时萃取是什么样的效果 首先研磨一个18克的手冲研磨粗细的 这个研磨度是比较粗的 明显的能看到一块块的颗粒感 然后在压粉的时候也明显能感觉出来 手冲研磨粗细的明显要比意识研磨的粗细度的粉层要高一些 因为它的体积更大 所以说整个在粉碗里面就可以更高 然后最后我再研磨一个比浓缩咖啡意识咖啡再细一点的研磨度 最后这个是最细的一个研磨度 然后压粉的时候很明显的感觉出来它是非常低的粉层 现在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手冲研磨度 意识的研磨度 以及比意识研磨度再细一点的研磨度 它们压完粉之后在粉碗里面对比的状态 通过对比大家可以看到咖啡粉在粉碗里面的这样一个状态 最粗的研磨最粗的它的高度最高 研磨最细的它的高度最低 现在研磨好的咖啡粉我分别扣上来来进行萃取 从左到右分别是从粗到中到最细 看一下它们三杯的一个萃取的状态 我同时打开来萃取 大家可以看最左边的流速最快 中间的这个流速正常 最右边其实它已经是流不出来了 它一直在慢慢的往下滴 OK那大家可以看啊 萃取出来这三杯咖啡 那最粗的这个研磨最粗的这个 它的流速非常非常快 在10秒钟左右就流满了一杯 而且没有cream啊 我还是尝试一下 尝试一下味道怎么样 哎呀喝起来有点像中药 就是它是明显的感觉就不是正常萃取的咖啡 是严重萃取不足的 它没有那种就是正常的espresso萃取来这种平衡感 OK我再尝试一下 这是中间的这杯啊 大家可以看明显能看出来 它是有很丰富的cream啊的 然后呢它的量萃取的也是正常的 我尝试一下这个杯正常萃取的 就很明显有这种甜感 以及这种焦糖感在你的口腔里边 喝起来非常平衡 大家看第三杯啊 第三杯流速非常非常慢 从开始到结束就只萃取出来这么一丢丢 就说明它的粉太细了 那水呢穿透不了这个咖啡粉层 所以说这杯我不敢尝试 那通过这次萃取呢 我们得出在相同粉量的情况下 那粉越粗它流速越快 粉越细它流速越慢 因为同样的咖啡粉啊 在这个粉碗中 那它的粉的粒径越大 它的咖啡粉的缝隙就会越大 那咖啡机冲着头的水啊 穿过这个咖啡粉层就会越快 那反支就会越慢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讨论一下粉量的多少 对这个萃取的影响 那这一次呢 我们用相同的这样的研磨的粗细度 都是我平时用的 Espresso的研磨的粗细度 那其中一个粉碗呢 我用16克 另外一个粉碗用18克 最后一个粉碗呢 我用20克 然后来对比一下 这三杯咖啡的一个萃取情况 16克 OK 然后第二杯呢 是18克 然后第三杯呢 用20克 这个20克啊 明显感觉这个粉量有一点多啊 鼓起来了 这个三包比较高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16克 18克和20克 的这个咖啡粉 在粉碗里边的一个状况 从左到右 分别是16克 18克和20克的咖啡粉 那它的Creamer呢 最左边最少 中间呢 是适中 右边是最厚 包括Creamer的颜色 从左到右 分别是从 从 由浅到深 OK 那这三杯呢 我现在同时都萃取出来啊 大家可以看啊 16克 18克 和20克的咖啡 它这三杯 Espresso啊 萃取的时间 是有一丁点点的差异的 16克的最快 18克的适中 20克的是最慢的 我先尝试一下 16克 咖啡粉的 这个Espresso的味道怎么样 有点酸啊 然后第二次再尝试18克的 这个稍微好一点点 还是比较正常的 再尝试一下20克的 20克的 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它的Creamer的颜色 是比较深的 这个苦味和色味 就稍微明显一点 因为它萃取的流速 适当的慢了一些 那这次萃取呢 可以说明啊 它粉量越少 那萃取的流速就会越快 粉量越多 它萃取的流速就会越慢 那通过这两次的萃取 说明什么呢 就是影响萃取的 两个比较大的因素 第一是研磨的粗细 第二是粉的多少 很多朋友呢 自己在家里边做咖啡 会发现 哇 如果是流速过快 那基本上 就可以通过调整 这两个方面 来调整浓缩咖啡的萃取 如果流速过快呢 喝起来就会太酸 明显的不平衡 那就可以适当的 加一些粉量 或者是调整你的研磨度 再调细一些 可以试试看 那基本上呢 一杯不错的浓缩咖啡啊 那萃取的时间 在20秒到30秒之间 那萃取咖啡液的量呢 是你使用咖啡豆的重量的 1.5倍到2倍之间 那比如你用18克的咖啡豆 那我建议萃取的业重呢 就在27克到36克之间 那这个呢 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萃取比例 那当然也有例外的一些萃取比例 那在这里我们就不多说 好 那这期节目呢 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呢 在家里边做咖啡 如果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那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那希望呢 我们分享的这些咖啡的知识 能够帮助到你们 我们下期见 Cheers 这杯做的不错的 我还是干了吧 哇 好爽